2019年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 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 这一年香港觉醒 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悲息的觉醒 有些突然 但也由来有止 是香港市民的觉醒 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一代的觉醒 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 再不会回头 里儿 香港觉醒筆录了里儿于2019年的正论文章 既有历史视觉的分析 却不留冰冷 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 也不失睿智 是历史的初稿 读着夹罪夹矣的时论文章 仿如置身运动之中 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优戚与共 同时能纵观大局 不迷失于旁之末节 里儿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 大家可以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 每本特价港币120元 多谢大家 欢迎收看《欧敏踢爆》 今天是2020年的8月14号 这个港区国安法在7月1号颁布施行之后 港共政权贯切执行这个港区国安法 周街拉人 我们当然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或者我们做新闻评论工作的人 当然就会担心 这个新闻自由不保 其实在当年23条立法 准备要变成一个法案 在立法会首读二读 甚至三读通过之前 其实这个特区政府都有做咨询 包括律政司司长梁爱斯 和保安局局长叶劉淑宜 他们都说 这个所谓政府将会就23条立法 周围听听意见 可以这样说 听取民意 小弟当年在电台做这个节目 每天都要评论时事 也是被咨询的对象 梁爱斯 我又和他谈过 叶劉淑宜当时是保安局局长 甚至乎我在大学的论坛里面 有四次我记忆所及 和他是同台的 那时候就这个所谓23条 去立一条国家安全法 由香港自行立法 他起码都是咨询民意的 这次不是的 大家都看到人大常委是直接立法 然后让你香港去执行这个法律 他立了法之后 然后列入这个全国性法律 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 香港特区需要实行的全国性法律 当年这个23条立法 梁爱斯在一个午餐会 其实当日我都在场的 跟新闻界去简报这个所谓国家安全法 即23条立的国家安全法 他做简报的时候 他不刻意说了一句 他就说虽然是你头上的一把剑 但是也不是 意思是说大家都不用那么担心 现在这个港区国安法 就真的百分之一百是原在香港人头上的一把尼刀 而且他不是说备而不用那种 大家都知道在97年之前 殖民地政府其实都有很多恶法 这些恶法主要就是公安条例 公安条例第27条其中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报道虚假消息引起公众恐慌 这样就是触犯法律 这些对传媒的影响就很大了 怎样为止所谓报道虚假消息引起公众恐慌呢 这些恶法当年在殖民地时代 它是当它是一个紧箍咒 秘而不容 紧箍咒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经常举例的 所谓紧箍咒就是这个讲法的由来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西游记就知道了 这个唐三藏 这个法师 他怎样才可以韩服这个孙悟空 他神通广大的嘛 齐天大圣 那么还劣 但是收了这个大圣做弟子之后 他跟他去取经 然后齐天大圣又帮他修复这个朱八戒 然后又修复这个沙僧 于是师徒四人 一起去取经 但是他始终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妖怪 于是观音菩萨就受以一套紧箍咒 然后孙悟空头上就带着那个头 就是那个头裤 当你不听话的时候 他就念咒 就跪地求谣 什么法力无边都没用 但是唐三藏 就经常不分好歹 错怪这个孙悟空 对不对 很多时候都念错咒 念错咒的意思就是 譬如有一次 那个白骨精就变成了一个老人家 这个孙悟空就杀了他 对不对 唐三藏还说叫做召唤 杀过老人家 你说他是白骨精 那就是念咒 如是者其实很多次 令这个孙悟空就跳起很不信 终于有一次就 我不跟你玩了 我走了 那就要回去花果山 对不对 这个故事呢 我们将这个紧箒咒 就利用 用来形容这些法律 这些恶法 它就是一个紧箒咒 如果政府 不分是非黑白 动不动就念这个紧箒咒的话 那你还有什么自由呢 对不对 但是在九七年前 英国殖民地政府 他就不是很常念这些紧箒咒 除了在九六七年 港共暴动 对不对 引用紧急法 还要 就是今天 林郑月娥 用那条过时的殖民地 条例 叫做紧急情况规例 条例 简称紧急法 这个就是一个紧箒咒 对不对 他只是一年之内 就已经用两次了 一次就是革蒙面法 一次就是延后选举一年 那你还有什么自由呢 好了 现在有了国安法之后 还更加震震有词 对不对 所以对那个消息的自由流通 出版自由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这个构成非常之大的威胁 尤其是这个互联网时代 香港人很多时候 就会利用互联网上面 这些社交平台 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是吧 譬如 这个 美国总统最流行 用Twitter 是吧 整天在推文 推特 是吧 那香港人呢 就用Facebook IG 是吧 这些所谓的社交平台 是吧 很多时候就是给大家去发表意见的 是吧 只要你不触犯法律 那些法律是什么呢 譬如你诽谤 妨碍司法公正 是吧 或者那些所谓暴力犯罪 诸如此类 你煽动些人去去杀人 那当然不行了 是吧 但是有了这个港区国安法之后 这些条文呢 定义又非常之模糊 动接得救 你看看钟汉林 几个年轻人 是吧 由16岁到20岁 四个人 哇 你这个所谓警方的国安处 直接是发了癫 是吧 只是根据他们网上的一篇贴文 你就四出围捕 就捉了这四个少年人 是吧 就说他们分裂国家 好了 到周庭 和另外那两位姓李的年轻人 都是20多岁的 你又 根据网上的贴文 就说他勾结外国势力 又去逮捕 变成国际新闻 现在周庭雄 都不得了了 现在 在日本 哇 那些人很憤慨 包括那些政界 要为我们这个 Edness Chow 是吧 这位少女 是吧 名不平 是吧 变成国际新闻 喂 好了 这些社交平台 那些社交平台 在上面铺些文 你是分分钟 有机会被人告你 分裂祖国 颠覆国家政权 勾结外国势力 在外国的这些所谓 大家都知道 社交平台 大部分都是在美国 是吧 那他们当然是 有一些 就是 适应的方法 是吧 那个适应的方法就是 我不跟你玩 我们今天看到的消息 就是说 这个港区国安法 其实是 生效了之后 就有一些科企 就是我们叫它 科学企业 或者资讯科企企业 包括Google Facebook Twitter 这些 就陆续表示 暂停处理香港 執法机关提出 的用户数据相关请求 我不会给你资料 是吧 大家都知道 一个Google 有YouTube 有那么多币 Facebook Twitter 今天看到的新闻 就是 这个《华盛顿邮报》 报道的 就说Google 做法还是比较直接一点 所谓直接一点 就是直接终止回应港府 杀取用户数据的要求 是吧 那其实 他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 就说Google通知香港警方 这个是昨天 就是8月13日 就说 当局要透过 和美国的司法互助条约 提出数据请求 其中需要透过 请求美国司法部处理 或者需要 几个星期 或者几个月的时间 有关过程 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以及与中国同等待遇 那个做法就是说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当了香港 是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 就不是一个所谓的特别行政区 不用给特殊待遇 那如果你警方 是吧 就是 你要拿这些东西 拿这些数据的资料 就麻烦你 就是 用回 一个大陆城市的身份 是吧 然后就 就是 透过和美国的 所谓的司法互助条约 来提出数据请求 是吧 要 由这个美国司法部处理的 那需要的时间 就会比较长的 是吧 那其实之前呢 很多这些社交媒体呢 就已经 就是 自动 自动式做 他意思就是 他为了 不想影响 这个所谓人权的状况 是吧 他不会配合你 香港政府 要求 交出这个用户数据的 是吧 他们不会这样做 是吧 这个很清楚 是吧 加上有了这个 港区国安法 那他们更加 就大条道理了 是吧 现在正在制裁香港的 那用什么 Facebook Google 都会被 因为这样制裁了 是吧 没有可能 我宁愿就是 喂 我不跟你玩 这个就是因为 社交媒体 那你说还有什么 新闻自由呢 那资讯流通 是否会受到影响 大家会害怕 是吧 是吧 正如我刚才举的 两个例子 两个例子 这班年轻人 喂 他在网上 发表一些主张 或者意见 是吧 就已经构成 一个就是分裂国家 一个就是 勾结外国势力 勾结外国势力 影响国家安全 是不是很过分呢 好了 除了这个之外 在本地 我们看到警部 他现在 那个对象 就不是你出来示威那些人 因为现在很少人 出来勇武示威 是吧 你针对记者 是吧 所以早两天 这个记协 就是 就是 出了一个声明 强烈谴责 这个警方 就是 用这个粗暴的 这个所谓的行为 对待那些记者 那记者却在这个 6月12日 就是前日 就发声明 就是谴责呢 就是香港警方 在6月11日 在旺角瓦蘭中心 就濫用武力 推撞 襲击多名 在现场采访的记者 是吧 同时也有些记者呢 就被那些警察 枯颈 压在地下受伤 那这种所谓呢 这种所谓呢 就是所谓的警报 对待记者呢 这个都不是什么 新鲜事物 过去一年 不知道发生了多少 就是我们《颠狗日报》 就已经有记者 被警察 兜口兜面 十几个围住 不断打的了 是吧 都试过 是吧 其他记者 被警察打的 是吧 非常之多 但是你能吹它唱吗 除了记协法的声明 譴责 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呢 是吧 当然你可以通过 法律的途径去追究 但是有时间搞 除了这样之外 你看一下那一天 去搜这个苹果的时候 喂 这个是香港有史以来没见过的 二百个警察 包围一个新闻机构 上楼在偏彩部门 不停抄抄 还有那个态度非常之恶劣 是吧 喂 这些全世界看得清清楚楚的 是吧 你香港就真的没有新闻自由 还有什么新闻自由 是吧 是吧 你不可以再继续说 大大声 喂 基本法保障香港 有这个言论自由 有新闻自由 是吧 你这些官员走出来说 你不是惹人发笑 如果你说这些话 你令到大家对你更加抱怨 更加仇恨 喂 你不需要做到这样的 是吧 这个就是 有些人说 新闻自由响起丧终 这个不是 新闻自由不保 新闻自由 其实 我们经常说 是一种相对的自由 它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 是吧 没有人会认为 自由是绝对的 是吧 没有限制的 是吧 但是它都有些基本的准则 是吧 譬如言论自由 你要限制它的其中一个准则 就是什么呢 在我们 即是当时教书 经常说的 就是根据一个简单的准则 就是假设 你在戏院里面大声叫 火烧啊 那 教到那些人 哇 乱烧龙 接着要踩死人 在戏院里 忽然间 喂 你说我这个是言论自由 是吧 那是不行的 这个是 受到限制的 如果这样的言论自由 但是 我报导自由 评论自由 消息传递的自由 是吧 或者我们说 the right to know 知情权 是吧 这些要受到保障 那社会才能够进步的 如果不是社会 变成一个封闭的社会 是吧 大家是 就是对消息 的流通 是吧 你掌握不了的 那你怎样去 就是 作一些 所谓自己处理自己的 就是 安全啊 或者其他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 如果这个疫情的消息 你隐瞒的 不公布的 那我们就死了 是吧 你现在每天不公布 有多少人确诊 或者确诊的人的来源 是吧 怎样的情况下 他染到这个病 你天天都要公布 就是这样嘛 政府有个责任 就是一种叫做 Opplication to inform 你有告知的义务 你要知道 政府的所作所为 在太阳底下 你公开 这个就是信息自由流通 是吧 接着我们呢 有知的权利 接着媒介 有报道的自由 有评论的自由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一个常识 是吧 就是我们 有些人 现在最近 譬如我 讲这个四大自由 讲罗斯福 1941年的国情之文 是吧 这个所谓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还有不如规乎的自由 还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是1941年 那时就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罗斯福总统呢 就是库林克林 罗斯福总统 老罗斯福总统 他这一个 所谓国情之文 讲的四大自由 当时也是针对 这个世界第二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吧 后来就成为 我们就是 人类社会 所谓基本权利 其中一个重要 争取基本权利 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这个四大自由 其中一个就是 就是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 是吧 新聞自由 是吧 你现在有什么 现在是 喂 已经 当然你已经 出取了法律之后 已经 发挥了震懾的作用 是吧 人人自危 惶恐不安 接着有人封筆 有人封咪 是吧 陆续有来 那也不止 你除了震懾之外 你还是 落手落脚去抓人 跟着 对记者实行暴力 所以香港人 特别是我们 新闻界的朋友 其实真的要坚持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怕就不怕得太多了 是吧 那你是要坚持 要捍卫这个新闻自由 以及要发声 喂 你新闻自由 是所有的 我们人的 一个基本自由 的一个基础 大家 不可不知 是吧 是一些盲目 不知道而已 在人的 基本权利里面 新闻自由 是所有的自由 的基础 可以告诉大家 是吧 所以如果 他连新闻自由 都不保的话 香港就一定百分之一百玩源